英国组总支持球员的纹身,这不影响他代表国家队出战。 斯特林。 近日斯特林的一个纹身引起了一波不小的争议,他在右腿纹了一把枪。 。 遭到了进枪组织,枪支受害家庭,还有一些知名人士的控诉,指责他是暴力主义者,要求英国组总把他从出战世界杯的23人名单里拿掉。 引发争议的纹身。 斯特林解释说这个纹身是为了纪念在他两岁时被枪杀的父亲,他在社交媒体上写道,当我两岁的时候,我的父亲应被枪杀而死亡。 我向自己承诺,在我的一生中我永远不会碰枪。 。 英国组总发言人说,我们都支持斯特林,并承认他昨晚通过社交媒体洗语的诚实和忠心的陈述。 他和球队的其他球员都专注于为即将到来的世界杯做准备。 。 中国队球员用纱布遮挡纹身。 中国球员很多也有纹身,但根据中国足协的要求,现在国家队,上场比赛的球员必须把纹身给遮挡起来。 。 。 对于两国足协不同的做法,各位网友你怎么看?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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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